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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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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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 有道理 段座 我知道 煞峰派人调查电讯科的人 不光是我们团 第九战区每个团 都是调查的对象 段座 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说 为什么不说 不说清楚怎么行 当然了 不能说我们俩的事 那天晚上 我的确是冲动了点 不过 我一直是喜欢你的 这你应该知道 我查了 那天晚上不该你当班 你是替李文斌的 对不对 李文斌 是 是李文斌 如果有人问起那天晚上的事 你就跟他们说事实 你为什么要和李文斌换班 如果他们还是不相信 可以让他们去查 值班日志 明白吗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 不这么说 就等于你默认了你是罕奸 神败国贼 我知道 你的老家在云水泄 东大河镇 白骨村 对不对 你的父亲去世的早 母亲又患病多年 你的弟弟 段座 我求求你 放过他们 我不会说的 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别害怕 别害怕 那天晚上的事 你不说我不说 谁也不会知道 况且这件事说出去 对你不好 一个女人 最在意的是明姐 这个不需要我提醒了吧 把这个拿着贴补家用 如果不够的话 还可以问我要 只要你懂事 我会照顾你的 好 好了 去吧 好好干啊 王楠 刀 又是进贸易调查的 师父到底想干什么呀 这战事这么紧张 难不成 怕什么呀 我做亏议事 怕鬼敲门 就算电信科 真出了汉奸 也跟我没有关系 怎么了 也是这么难看 没事 来 您说什么 来 您说什么 李文斌 到 进来吧 下面我会念一段电报给你听 你用最熟悉的方法立刻发报出来 不要犹豫 不要掩饰 但是一旦我发现你刻意隐藏什么 你知道后果 知道 断剑已经插入心脏 好 行 你先出去 刘天天 九月十三号那天晚上 是不是你值班 是 是我值班 你详细地说说那天都发生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八点多就到了值班室和李文斌交缓班 本来是他应该值班到十二点的 但是他好像要跟一个什么女人约会 就拜托我替他值班 他提前走了 那他有没有说他跟什么人约会 不清楚 接着说 我一直值班到夜里十二点 期间接到过军部的几封常规电报 都是有关长沙夜间天气情况的 其他的 就没有了 你想清楚了 其他的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了 我一直在课里 真没有了 那你是十二点钟离开电讯课的 后半夜谁值的班 本来应该是我 但是我想睡个懒觉 才答应和李文斌换班 我替他值前半夜 后半夜他替我 后半夜是他一个人值的班吗 有话直说 推推土土地对你没好处 不是一个人 我走的时候 听到门口有个女人在说话 什么女人 你确定啊 嗯 行 你可以出去了 是 大家谢谢方队长 快走啊 都发生了 天阵长让我为何你 让你密切关注要八九头的动静 我可以走 马队长走好 不会放过你 走 老师 走 走 小姐姐 狗鬼也不会放过你 上车 上车 老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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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电讯科的人是在这儿住吗 里面 你是柳婷婷吗 我是来找你的 听说你喉咙发炎了 这是给你的药 你是救护队的 不过我叫不上你的名字来 没关系 这个药很好用的 你回去试一试 谢谢 今天的事 我都听说了 听说什么 我陷害他 这些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如果你愿意的话 跟我说一说 这样总比憋在心里 会好受一些 你不用打听了 谢谢你的药 李文斌就是错了 也不至于死吧 李文斌就是个王八蛋 到处玩女 仗着自己家里有钱 为所欲为 他活该 这样的男人 活该 你们之间的风流账 是他被抓的主要原因 对吧 他显然在说谎 这里面 一定有问题 弟兄们 你们的任务是 详细侦查日军的进攻路线 最好 能抓一个舌头回来 是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陈总 我不同意派侦察兵 我们现在打的是防御战 不是进攻战 况且 道路已经被日军封锁 危险重重 对我们的人员 会带来很大的损失 你说得没错 但是 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 我们所掌握的情报 根本无法面对 所以 派侦察兵 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 他们中间的某一位 做了日军的俘虏 那我们布防的计划 不就悉数地掌握在 日军的控制之中吗 陈安云 这个道理我逼你懂 你是团长 还是我是团长 做好你自己的事 团座 如果 如果你一定要派侦察兵 那就由我带队吧 你这是给我抬杠 我是参谋长 侦察情报 是我分内的工作 况且 这次的任务意义重大 危险重重 我必须得亲自带队 好 你想带队 那就由你带队 但是 你不会听清楚了 对方日军 是哪一支 来进攻我们的防区 他们的长官是谁 战斗力如何 你必须调查的 一清二楚 明白吗 明白 站到 完成任务 每个人 活着回来 是 行动加油 抓 跑路走 参谋长 方队长 有事吗 您这是要带侦察兵出去吗 无可奉告 陈参谋长 您不愿意说 那就听我说 大战在即 按理说派侦察兵出去 是合情合理 但是团座 让你们抓活舌头回来 这就非常反常了 与其说让你们抓活舌头回来 探情报 更像是让你们自投罗网 万一侦察的人被抓了 我们的整个布防攻势 甚至布防情况 都会被日军掌握 一旦开战 后果不堪设想 这次侦察任务由我亲自带队 出了事情我负责 况且我也不会让日军 抓到我们一个活的俘虏 你的推测 就让他留在你的肚子里吧 我不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去随便地污蔑一个好人 你这是拿自己的姓名 在开玩笑 我是拿我的命 去证明一个人的清白 如果错 我认了 值得吗 值得呀 那好 你千万小心 谢谢 您到敌战区了 您到敌战区了 热雷 有鬼吧 啊 是 文件已经收到了 对对对 您的报告 是 市长到 吴声勇 你这是胡闹 报告市长 我只是想搜集情报 你是酒精沙场的战将 这个时候派侦察员出去 万一对必方俘虏了 不但搜集不到情报 还会泄露我军的布防 到底这点经验都没有吗 对不起师祖 不 是我一时性急 请师座放心 直察队是由参谋长陈汉云带队 他作战经验丰富 不会有事的 混蛋 要是陈汉云他们回不来 我就撤了你这个团长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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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是说不能像你那样 周医生 周医生 怎么了 周医生 我们参谋长 刚从敌方阵地回来 就昏倒了 受伤了吗 没有 是上次的枪伤 又发炎了 别说了 抬进去 我赶快走 陈汉云 你跟上 陈汉云 陈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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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 吓我一跳 你小点声 我有事跟你商量 什么事 你帮我开个出院证明 就说我的伤已经好了 我要去闲县 那怎么行呀 你伤还没好呢 我不能给你开假证明啊 再说了 吴团长的还有命令呢 什么狗屁命令 我看他就是怕我回去 怎么了 你们闹别扭了 算了 这事你最好别知道 你知道吗 这件事关系到 长沙会战的大局 非同小可 这个忙你一定得帮我 我倒是可以跟你开证明 但是依依那儿 也恐怕过不去 小依依 那我也不能待在这儿 无所作为吧 依依那儿我得想办法 你先帮我 我把这个忙忙了 你别着急 既来之则安置 我呢 好好给你治 争取让你早点好 早点回去 你也得积极地配合我治疗 好 可是你能 行了 别说了 快点回去吧 再磨蹭 我让你多住几天 好 那我回去了 说好啊 别跑了 我回去了 我们一定要在开战之前 把情报送到小野军手里 否则一无战机 发报机弄到了 这有这个了 有收银机的发 我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 功率太小了 你不知道这些东西看得很紧 或许我们可以再试试 用团部的电台 给小野军发电报 只需五分钟 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不行 绝对不行 我们不能调理情形 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你知道各个营区之间的 定向侦察车 都在盯着这个危险的信号吗 如果情报发不出去 安全有什么用啊 可你注意到没有 自从那个方琳娜 政讯队队长 来了我们团以后 什么事都不干 眼睛贼溜溜地定对电台 我们要发报 就通过他这一关 他这个人来者不善 要被他识破了意图 后果不堪设想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只能靠他了 嗯 我先走了 你小心 好 明天那个商人还得打针啊 对 还有 还给他换钥匙 这是谁的信啊 这不是静波的信啊 干什么呢 刚刚给这些绷带消毒去了 你干嘛随便拿着东西啊 静波 你的信 静波 有你的信 谁写的呀 不知道呀 让我明天去一趟眼具队 肯定是眼具队那些 无聊的人写的 静波 是不是会暗恋的 都回去早休息吧 怎么了 静波 我们回去休息了 快点 来吧 快点 你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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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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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接受 口律是小型的 全力的情報是受取得不可 少許都活著 你告訴他 任務終了 你快點回家 是 周小姐 家文小姐 怎么是你呀 是我 那封信是我给你写的 咱们进屋去说吧 好 走 我怎么能这样呢 吴承勇 吴轻的抛弃了我 他为了报复我 把我送给潘月灵当玩物 我受够了这种生活 我 后来 我遇到了石阵支部演剧队 做了演员 真没想到 这么多的不幸 会发生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周小姐 我知道 我知道你人心底善良 今天请你来 我想 我想 只有件事 也能帮帮我吧 你说 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 我一定帮 这件事 这件事说起来 真的难以极致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有你能帮我 我怀孕了 孩子是怕孕灵的 我 我不能要这个孽种 我求你 我求你给我些打胎药 我要打掉它 不可以 不可以 这太危险了 你要知道 打胎药是不能随便吃的 万一要是大出血 会要了你的命呢 家文小姐 不管你和潘玉林之间 和吴承勇之间 有什么恩怨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 你不能把这些不幸 强架在一个小生命的身上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周小姐 你不这样 我求你了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我恨潘玉林 我恨我终于有肯恨我自己 我知道 我知道这孩子是无辜的 可是我没有办法 这个社会太残酷了 我不能把他 带到这个残酷的社会上来 周小姐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行吗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求你了 来 走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帮你 但是这件事情 会危及到生命 所以我不能帮你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家文小姐 快给我 庄文小姐 如果你不帮我的话 我现在就在你面前 进手的 医生 快给我 快给我 放手 放手 医生 你免得我 放手 放手 你这是干什么呀 庄文小姐 我知道 让你一个弱女子承受这些 太痛苦 但是你想一想 我们每天有那么多的战士 在流血 在牺牲 而你呢 你想这么轻易地 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样做值吗 我不希望你太冲动 你好好想一想 冷静地想一想 再做决定 周大夫呢 我找过了没找到 病房里面也没有 谁看见周医生去哪了 没有 我就知道了 你别急 我去找啊 天儿 怎么了 靳波呢 没在 没在 一天都没在 出什么事了吗 你去哪儿了 你不在救护队里待命 乱跑什么 身为医生 你就这么不负责任 耽误了手术怎么办 人家不是回来了吗 你长什么 周兴波 你到底去哪儿了 谁允许你擅自离开救护队的 我去看了个朋友 你也要请假吗 当然 这里是军营 任何人都不许请假 都少说两句吧 做手术要紧 那是正事 这要是你的兵 你会这么纵容吗 张敏 叫所有的队员集合 我要宣布几条纪律 集合啊 集合 快 团长说过 我们的战士 正在战场上跟敌人拼命 流血 每天都有人受伤 寄生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随时都可能死去 可有些人 却不这么想 为了自己的私事 耽误工作 根本不顾伤员的死活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起 我宣布几条纪律 第一 不准请假 听见了吗 第二 这是真对你 不仅我点头 谁也不准扇子离开救护队 小鸟上了树 就以为自己是大鸟 每天早上六点 集合当令箭 第四 竟然管叫醒清理人 晚上熄灯之后 不许串门 白天也不许 之后还没探探 关禁闭 都听到了没有 听见了 大声点 听见了 解散 别理他 好 江哥小姐 怎么啊 周小姐 你吃打开药了 救我 救我 金光 这么出血了 救我 这么加完啊 快快快 我给他手术室 快 快 来 带住了 来 好 谢谢 金光 这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出血啊 让一下 他吃了打胎的药大出血 需要做手术 打胎 那个 谁的 吴副长的 你别问了 我也不清楚 这样 你到外边等着 顺便帮我看点人 金光 您跟人行吗 你快出去吧 他会想让别人知道 顺便帮我弄辆车 明白 因为 他不敢了 你过来 我过来 你过来 快 你要去 你过来 老板 光 我过来 我过来 大加 坚持一下啊 坚持一下啊 坚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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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文小姐 雪已经止住了 江文小姐 天快亮了 我得送你回去了 告诉我 是男孩还是女孩 现在还看不出来呢 是男孩 没事了啊 没事了 进来吧 坚持一下啊 车子准备好了 走吧 小心一点 好 小心一点 好 小心 来 好 谢谢 来 来 来 回去 药好了 趁热给他喝了 江湾小姐 把药喝了 不行 那怎么行啊 必须要好 来 不行 喝了药 好得快 来 听话 来 静谱 静谱 这水啊 不凉也不热 跟这药一块儿给他服务 不喝呀 不喝 不喝 不喝可不行 这药必须得喝 不能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是不是 反正要喝了 你就会早点好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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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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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 再说 喝点水 药药的药 有点水浸浸 药药 来 再来一口 吴承永会这么对待她的未婚妻 家文也真够可怜的 是啊 你们男人都这样对待未婚妻 结婚以后还不定怎么样了 我可不是这种男人啊 是吗 那乔依依呢 乔依依你不会明白的 我是不明白 进步 我跟你说 我真的不喜欢乔依依 那是我父亲包办的 自从他父亲出了事以后 我父亲就跟乔依依达成了协议 要解除这枚婚约 真的 真的 他没跟你说吗 为了这件事情 我还和我父亲闹得不愉快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特别反感这种没有原则的交易 原来依依心里有这么多苦 不过我确实感觉到 他有变化 不说这些了 等你以后再有位痕迹 千万不能对他这样 否则会遭报应 金伯 我是那种男人吗 那谁知道了 你可不能一棒子打死一大片啊 男人有好有坏 我这么跟你说吧 无论如何 我 陈汉云也得画在好男人那堆里啊 还有这么夸自己的 是啊 这都不好意思 昨天晚上你倒是沉得住气啊 那有什么呀 刀光剑也都见过了 还怕手术流点血吗 对了 你们救护队 坏了 依依说六点钟跑操 否则关金币 快走 小心 李正 向右看七 向前看 报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七 谁没来 报告队长 静波姐没来 来了 在哪儿 十二 周静波 第一天早上跑操你就迟到 昨天晚上我宣布的纪律 你忘了吗 我没忘 迟到拔金币 我还没迟到呢 还不到六点 就算你没迟到 就算你没迟到 那我宣布的第二条纪律 不准擅自离开救护队 你去哪儿了 我只是在救护队周围转了转 没有离开救护队 这样也不可以吗 你 赶快归队 向右转 左转弯 跑步走 赶快归队 一 一 一二一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谁在波动 我的心跳 转弯 作词 好好看 让年在旷野中飘 让阴在空中翱翔 越飞越高在天地间 留下香的飘摇 Zither Harp 默默祈祷明天更好 鲜血流淌 美的荣耀 凋零花瓣 随风飘摇 笑颜中绽放的分满摇绕 让梦在烟火中上 让年在空夜中飘 让阴在空中翱翔 越飞越高在天地间 留下花的骄傲